第34集 猫人是在告诉自己,自己有一天也会长到这么高,长出尾巴,成为一个正常的此行。 他看着小二黑热忱的充满了温柔和安慰的双眼,一下子就有些难过起来。 教会一个动物说话,是很危险的一件事,在你心里会把他当成你的同类,一个能理解你的人。 而在这一刻,简宁意识到他已经了解,或许远超了他所应该了解的程度,但他已经相当深刻地了解了这个善良而又冷酷,笨拙而又灵巧的猫科兽人。 他已经明白了猫科兽人对自己的期待。 就好像他在把猫科兽人塑造成自己的伙伴一样,猫科兽人也在期待一个伴侣,一个符合他需要的,能和他一起狩猎的,能和他沟通自如的伴侣。 他是这样热忱地肯定着简宁,鼓励着他,希望他能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 但简宁明知道他长不成小而黑心中的雌性,就算给他十年时间,他也只会是这个样子。 他看着小而黑,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 猫科兽人已经开始温柔地呼噜着,舔着他的脸侧,给他安慰和支持。 等到简宁的第三次月室过完的时候,阳光已经变得相当的强烈了。 云层已经渐渐地从后变薄,现在只剩下一层纸一样的云彩,在天空中没有消散。 空气热的简宁和小而黑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小溪里。 除了吃饭和排泄之外,他们甚至连睡觉都不愿意离开小溪。 简宁感到了危机,他有点害怕,万一云彩真的不见了,阳光会强烈地让小而黑根本没法外出打猎。 甚至于说,会强烈地引起山火,让他们食物匮乏。 之前他一直在好奇狗狗人为什么集中狩猎老鼠人,现在答案好像出来了。 或许,他们在阳光底下的活动能力比小而黑更弱,他们必须储备粮食以便度过这段热到可怕的时间。 简宁现在穿的只是比基尼式的瘦皮衣,天气热得他恨不得光裸全身,要不是害怕自己的重要部位被划伤,说不定他早就这么做了。 再说,当着小而黑也还是要逼迹一点。 小而黑在第三次月事到来的时候,只是再找了找他的尾巴,就把这件事给抛到了脑后,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不对。 简宁和他一起洗澡的时候,难免露出自己的身体。 他的两三条内裤早就破烂不堪,被他丢弃了。 所以,在西里,两个人真的就是光着身子相对。 小而黑在很热偶然的情况下,小兄弟会有一些反应,但是他自己还不能理解这是什么,也无法把他和简宁联系起来。 所以简宁总是得以避开这时候的他。 好在,没过多久,小兄弟就会消肿。 最好笑的是,有时候他的小兄弟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有所反应。 譬如说,运动间的摩擦啊,高兴啊。 总之,就好像一个刚成年的小鬼,还没有学会安慰自己的时候一样。 弹药库太充足,以至于很容易就剑拔弩张的。 本人却对这反应相当的困惑。 考虑到小而黑的这反应,简宁开始有点担心他不知道储存食物,以至于两个人会在接下来的缺凉气饿死。 可是他试了好几次,小而黑都不肯带他去狩猎。 每次他要跟去的时候,小而黑都会拼命地说不。 这些话,他已经说得很熟练了。 然后,这人就仗着自己的身手,上树跑走了。 简宁也能理解他的心情。 红角鹿不是他们,有固定的生活路线。 随着他活动范围的扩大,简宁多次看到这种灵巧的小动物在灵间跑来跑去。 小而黑要找到并捕猎他们,就必须不断地在林子间纵跃游走。 如果带上自己,这份工作的难度自然会陡然增加。 不过,简宁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准备。 伴随着天气的炎热,果树们纷纷开始成熟。 不管是什么果子,他都采。 采完了,就带回山崖上晒干储存。 他编织了很多篮子,在悬崖上挂出了一个储藏间。 现在,小间里已经满是各色的干果。 还有肉。 随着熟食和咸味进入小而黑的食谱,瘦人的食量就在慢慢变小。 从前,他一天吃一头鹿。 现在,他只吃半片熟肉,就差不多了。 因为简宁还会在肉里加入小香瓜这样的淀粉类食物。 但是现在,他还是要求小而黑每天都去打炼,回到之前的生活节奏。 简宁自己的食量更小了,他还在努力地多吃淀粉类食物来省下肉来。 这样,他每天都能省出小半头鹿来晒干。 肉干煮汤匙,要比烤肉更沾肚子。 所以,简宁姑且把小半片鹿归化为他和小二黑一天的口粮。 考虑到狗人处理老鼠人也需要时间,简宁决定,储存到两个月的口粮时,就把手不干。 手里有粮,心底不慌。 就算他推测出的缺粮期没有到来,简宁也觉得,有两个月的存粮,自己会更安心一些。 小二黑对于简宁储藏肉干和果干的行为没有什么意见,除非简宁是在晒鱼干,否则晒干的肉他也是不会偷吃的。 兽人还是严守私有制的分野,猎物都是一人一半,简宁每次省下来的都是自己的口粮,所以他也不担心兽人或胡乱处置掉他的存粮。 不过,问题还是存在,悬崖对他们两个来说,已经有点不够大了。 如果抛掉存粮的功能来说,简宁需要的其实就只有厕所和卧室而已,还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剩下。 但是现在他又要储存晒好的粮食,又要有一大片空地拿来晒粮,牙面顿时变得相当的拘促。 而且晒好的粮食就这么堆放在外面,简宁总觉得相当的不安。 他开始试图发掘一下山洞里的秘密。 简宁已经靠近过山洞口很多次了,也已经遐想过很多次山洞里会是什么样子。 这个次数多到小二黑都跟着好奇起来。 在他又一次靠近山洞口的时候,兽人眨巴着大眼睛问他。 牛 嗯 嗯这个字,已经伴随着上扬的语调,取代了什么,怎么,为什么的意义,成为了他们之间表达疑问的专用词。 小二黑已经会说很多单字了,大部分牵扯到他们日常生活的语汇,他已经说得相当的熟练。 说话就是这样,一旦开始学会,就一日千里。 只要小二黑的记忆力不衰退,简宁就可以用他们之前学过的单词来解释新的单词。 只可惜,牵扯到抽象意义的单词就进展得不是很顺利。 两个多月下来,他们的学习进度一直在慢慢的放缓。 简宁也觉得,其实没必要让小二黑说流利的人话,只要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沟通就差不多了。 毕竟,在此时此刻,普通话基本上相当于一门死去的语言,少掉了他生活过的那个环境,很多东西小二黑也根本理解不了这是什么意思。 不过,他没有猜错,小二黑的种族也存在着不太成熟的语言,因为现在在小二黑学会了很多单词之后,他也开始试图教简宁猫语了。 他们的语言中,语调、手势和尾巴的动作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,基本原因其实反而就那么几个。 比如说,喵鸥代表感叹,呜呜声就代表疑问,呼噜声代表舒服,压低的咆哮声代表敌意,这都是简宁可以轻易理解的。 至于更深一层的含义,比如说把这些声音连接起来代表什么意思,就得看尾巴的动作和语调了。 但是即使结合了这两点来看,猫语传递的信息也是相当模糊的。 比如说,简宁可以明确地对小二黑表示,在我们常去的水边有吃的。 但猫语就很难表达这么精确的内容,如果小二黑要表达这句话,简宁觉得,他只能是说,和我走,然后把简宁拽到西边去。 当然,看猫人的生活环境就知道,它们还处在原始社会默契,语言的发展还是符合社会文明的进程的。 不过,简宁或多或少,还是松了一口气,猫语越简单,他理解的也就越容易。 所以,在猫人眨巴着大眼睛问他,您,呃的时候,他理直气壮地要求,黑,里面,里面。 猫人对他听不懂的字眼会自动跳掉,所以,这话在他理解来,就应该是黑,里。 为了教导小二黑,里外这两个概念,简宁还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。 果然,小二黑立刻理解了简宁的意思,他露出了一点微妙的表情,走到简宁身边,抱着双手,似乎在考虑着什么。 简宁不禁开始担心,该不会是山崖那边有什么大敌之类的吧? 但看完二黑的样子,倒不像是警戒的感觉。 从那对圆耳朵垂下来四处摆动的样子,和尾巴压得滴滴的上下敲打地面的动作来看。 小二黑现在的心情,就好像看着自己晒鱼竿却不能去偷吃的感觉一样,比较偏重于沮丧,烦躁。 这洞里是不是储存了二黑一族祖先的尸骨之类的东西? 简宁已经开始响入飞飞了,或者就是猫族的墓地什么的,平时才会封起来的。 所以,二黑对自己的要求,才有一点为难? 没有多久,猫人看了看天空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它抱住了大石头,开始发力往右边推动。 双臂肌肉喷起,轻轻引现,难得地露出了吃力的表情。 简宁害怕地躲到一边,就怕自己一往里看,就看到一堆猫骨什么的。 不过,它马上就知道小二黑对自己的要求,为什么这么为难了。 石头一打开,一股幽幽的,虽然不浓烈,但绝对臭得要命的臭味,瞬间就被山峰吹出了洞口。 猫人的鼻子当然比简宁敏感得多,简宁只是觉得相当臭而已,人还是站得住脚的。 小二黑就惨叫一声,跑到崖边躲到了一块石头后面,死命地摇头晃脑,好像这样就可以把臭气晃掉一样。 一边惨叫,还一边指责,宁,坏。 好像是简宁把洞里搞得这么臭一样。 简宁就觉得很有些想笑。 草师说,这股味道虽然浓重,但二黑的反应也不至于那么大吧。 除了最开始的一阵风比较猛烈之外,现在吹出来的风,基本上已经是只有微微的臭味留存了。 看猫人虽然还停留得远远的,但并没有露出什么戒称的表情。 简宁就放下心来。 他微微看进半边身子,打量了一下山洞里的情况。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山洞,大的出乎了简宁的意料之外。 他觉得,这里面满可以举行一场挺正规的足球赛了,顶多就是没有观众的位置。 没有小二黑祖先的尸骨,绝对没有,除非地上那一大堆已经腐坏掉的。 很熟悉的红角鹿皮毛和骨头什么的,是小二黑的祖先。 而这臭味的来源也就很清楚了。 这个二货,吃完饭也不晓得扔垃圾的,居然尼玛就让他在那里臭着。 臭着,臭着。 要不是红角鹿皮还有一点阴影的红色,简宁几乎是要认不出那是什么东西了,因为大致上它已经腐化成了一堆黑黑的化石状物体。 然后,他发现洞壁上还挂着一些没有被使用过的红角鹿干湿,基本上也都分解得差不多了。 还能隐约看到蛆虫在毛里探头探脑。 所以,这里曾经是小二黑居住并且储粮的地方没错了? 简宁先思考了一下,确定缺粮期的确是存在的,而且小二黑一直生活在血压上。 大底,可能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可以储粮和避暑的山洞没有错。 但是,这猫生活能不能讲究一点啊? 臭成这样,能住人吗? 他转过头,发出一声挫折的怒吼。 嘿! 回答他的是一串心虚的,不断远去的乌咪声。 简宁回头一看,目瞪口呆。 这只死猫已经下了悬崖,正在以光速逃顿着。 坏猫,死猫,臭猫。 他追到悬崖,冲着猫人黑亮的背影大喊,发泄着心中的怒气。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小二黑纵月的速度又快了几分。 简宁又恨恨地骂了小二黑几句,才强打起精神走进了山洞里。 他找了一张大圆叶当作是扫把,忍着恶心先把地上的那堆生活垃圾什么的清扫掉出洞外, 扔下了山崖的生活垃圾区,然后他就在洞中发现了小二黑变逆的痕迹。 一起生活了几个月,对这个痕迹,简宁还是熟悉的。 你妈呀,懒成什么地步,才连尿尿都不肯到洞外去。 简宁也只好囧着一张脸,走到洞外去,把他带上山崖,准备拿来编织篮子的枝叶,随手捆扎了一下,弄成了一个扫把,开始清扫洞洞的脏污, 又顺便跳起来,够到被挂得高高的红角鹿干湿,把这一些臭味来源一并丢到山崖下去。 等这些都做完了,山崖里的臭味也就减轻了一些,他又在山洞里巡视了一圈。 还是老样子,除了一些蛆虫之外,没有看到多少小生物。 想来,在小二黑这些猛兽的巢穴里,也不会有多少生物生存。 不过,这山洞实在是相当的大,并不止一个出口, 简宁还发现了两三个用石头堆住的出口。 这些石头都并不重,他试着推了推,就推开了一块石头。 石头后面是一人高的小道,对简宁来说还好, 可对小二黑来说,明显是小了一些。 弯道很长,可以听到弯道里微微的风声。 他没有勇气去探索,只是把石头推出去,挡住了洞口。 习惯了这片大陆的炎热,山洞里的清凉让简宁很舒服。 他暗自决定等到洞里的气味散尽,就要睡进来。 现在,外面的温度让他每天都在怀念空调和电风扇。 和洞外灵巡的断石面不大一样,山洞里的地面大部分都是圆滑的石头, 有些还有明显的滴水痕迹。 不过,在现在这么高的气温下,简宁也很难判断这些滴水痕迹到底是多年前留下的,还是近年留下的。